今天出現了兩個一模一樣大的箱子齁在這邊齁 那我們現在要把他們給移開齁 所以我現在就找一個人來來把他輕鬆的給移走 第一個箱子移走了 但是第二個勒 你看好像沒有這麼容易了齁 那明明是一模一樣的箱子 一模一樣大的箱子 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結果咧 那我們這時候就來看看箱子裡面究竟裝了什麼東西 你看 左邊箱子裡面裝滿了麵包 那右邊的箱子裝滿了書 這時候我們可以很直接的知道 左邊箱子一定比較輕 右邊箱子一定比較重 但是為什麼勒 因為麵包比較輕 因為書比較重嗎 這樣說也沒有錯啦 但是為什麼書一定比麵包重呢 那我們仔細的來討論一下 今天我們將箱子裡的書換成跟他一樣重的麵包 那大概是這麼多麵包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這麼多麵包塞回到我們的箱子裡面 有發現嗎 要把這些麵包塞回我們的箱子裡面 我們就必須把麵包壓扁 才可以塞進去 這個時候我們再回來比較一下左右兩個箱子 同樣大小的箱子塞的都是麵包 那他們現在的差別在哪裡呢 你看一箱麵包比較蓬鬆 一箱麵包比較扎實 這個應該不難發現吧 所以在這邊麵包扎實的程度我們就用密度這個詞來做表示 那如果要來算密度的話我們要怎麼來計算咧 來我們看看下面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這樣的 質量會等於密度乘以體積 那還是看不懂這式子呢 我們就拿剛剛的麵包來做例子嘛 來我們的密度就是我們麵包蓬鬆的程度 那我們一個麵包的蓬鬆程度是這個樣子 然後要塞進箱子裡面 塞進這麼大的箱子裡面 所以這麼蓬鬆的麵包塞進箱子裡可以塞 這麼多的麵包 那接下來 如果我的麵包蓬鬆的程度改成壓到三倍扎實的麵包呢 要塞到一樣的箱子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可以塞 比原本多三倍的麵包 在這邊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喔 密度越大我們能塞的重量就越多 而密度越小我們能塞的重量就是比較少的 那了解了密度 體積還有質量的關係以後呢 我們再來整理一下這個式子 左右兩邊我們同時除以體積 右邊的體積可以相消 消掉以後我們可以得到這樣子的式子 那這個式子就是我們密度最原始的定義 密度會等於我們的質量去除以體積 這邊的體積呢 就是我們的箱子 它的單位就是立方公分 那質量呢 就是我們的麵包 麵包的重量 那它的單位就是我們的功克 最後我們的密度呢 我們密度就是麵包扎實的程度 那它的單位就跟它左邊的式子一樣嘛 分子是功克 分母是立方公分 所以它的單位就是我們的功克除以立方公分 這樣子有對密度有更多的了解了嗎 最後我們再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地方 兩個大小一樣的箱子為什麼同一個人抬起來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因為我們箱子的密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會造成這樣子的結果 最後我們來複習一下密度是什麼東西 密度就是物質緊密的程度 換句話來說 我們通常會用一立方公分的東西有多重來做表示 那這樣有了解了嗎 如果還不了解的話 趕快問一下老師 或是再看一次影片 你會發現其實密度並不難喔 括弧 tid 11